小咖姐贊不贊 歡迎大家下一集來 剛才看到南投縣許淑華縣長好久不見 原來青春美麗有活力 但是淑華縣長你看看我們所有在座立法委員 男的疲倦女的倦榮 尤其是連續四場幾乎自己充足 非常非常的辛苦 在市場自體充足的時候 我還在想還好我們許淑華不在 萬一還在立法院這個溫度還要更高了 立法院的議事的工房 實際上我也不方便多做太多的評論 畢竟我已經不在立法院裡面了 我想呢就是因為我們都 國市這幾天的國會改革的議案 全民百姓都非常的關注 也都有在看電視 我們包括幾波的議事工房 我們都有看到 也有看到羅委員在開直播的時候 邱委員有上去拿扇子 第一下應該是扇手機 第二下往他的臉上就扇了一個耳光 那當然這個後面呢 因為有後續的很多的這個新聞 包括我們都看到這個全部的畫面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我特別有講過 就是每一位政治人物都會有經歷過自己要成長的階段 那每一個時期你在不同的角色的扮演 也要拿捏得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每一位政治人物要讓你的選民去看到你在個人的政治上面的成長跟進步 所以我覺得每一位委員都自己必須要經過這一段 也希望讓他們支持者我們的支持者看到我們在政治上是不斷成長跟進步的 那我想議會裡面的議場裡面的工房我就不多做評論了 好謝謝